沒有辦法輸入中文 除非你再去安裝中文輸入法 或者是手寫輸入法 是可以辦得到啦 只是太麻煩了 算了 我就直接在這邊預設值就給他一個龍好了 然後按下龍之後按查詢 也可以查的出來 按下查詢 龍就出來了 這應該沒錯 這不是做假的 這是真的去查 就是說有些 但如果你們將來做demo的時候 實在是時辰很趕 然後難道那個功能實在是做不出來 就做一個 對這樣有方法 不過至少意識到了 但是實際上查 我剛剛講了 也是利用這個tool還蠻方便的 這個tool就是說 我們可以比如說我今天 我的語法就是會有沒有 會有name 不過我改了 我這個name我把它改過了 我重新再抓一下 沒有後來有再抓了一個那個 就是db3 因為後面就是23之後就抓過來 我現在還沒抓過 我就也是一樣 重新再把它抓過 然後呢可以用這個地方get回來 那各位可以發現 這個地方 它的檔案大小 其實還小 還好就是說 沒有非常的大 奇怪 有點不是很 不見了 切一下 就是把這個檔抓回來 我剛剛已經抓過 抓回來之後的話 我就直接在這邊 輸入一個關鍵字 名稱 這個是欄位名稱 我剛剛好像改過 如果今天要輸入 特別注意就是 後面不用等號 用like 那like的裡面特別注意 比如說我輸入剛剛的 換一個好了 鼠好了 鼠 老鼠的鼠 蛇生效 那查詢的時候 特別注意就是 前後一定要包夾什麼 單引號 那裡面一定要百分比 那你在excue之後的話 它就會把這個地方傳過來 就可以查到了 那這個部分呢 我是把它用在哪裡呢 這個adtest裡面有沒有 本來是傳一個ID 傳一個那個 一個整數嘛 一個long對不對 那把它改一下 改成那個tring就可以了 那傳遞過來之後的話 我再去查 比如說 鼠牛 有沒有 你這關鍵字的話 就打上去 它就可以很快的 幫你做查詢 這個方法呢 就是所謂的關鍵字查詢 那任何地方都可以用 OK 那做完之後的話 我大概主要 修改的部分 再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把data放進來 第二個的話 我有把那個 我的欄位名稱做修改 那一樣把資料get回來 就是說get回來 用那個get getresource from 這個 那其他都一樣 比較會有問 比較有改的地方 應該是在 關鍵的地方應該是在 我的adtest裡面 get回來的東西 是在 我view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view部分的話 我是把他改改一個名稱 那get回來我是查 那查的部分是在哪裡呢 查是按一下那個button的時候 有沒有 那button的時候呢 我是不是要給他一個什麼呢 給他取得現在上面的東西 那本來是再把它轉型成整數 現在不用了 我是直接to stream 丟給keyword 這邊我有做修改 然後再丟給那個cursor 他去get 那get的時候傳給他一個字 就是這個keyword對不對 那這個keyword呢 在get裡面 本來回傳 本來進來的是一個long 我把它改成stream 那在這裡的話 就是把關鍵字 關鍵字在這個地方 特別注意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沒有 like 欄位名稱我是改這個 like 後面記得是單引號 只要是自傳一次單引號 百分比 然後呢 雙引號結束 串接什麼 剛剛的keyword 那後面呢 再去串接什麼 串接一個百分比 前後碼 這個是萬用資源 再加一個單引號 這些都不能少 最後再一個雙引號結束 把這個sql語法 丟給sql database 他就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你的關鍵字撈回來了 我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做關鍵字查詢 非常的easy 那其他的話大概就沒改 ok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看能不能把這個地方 做一個關鍵字的搜尋 那畫面上面呢 我也有把它改成就是 那個testview部分的話 我也是把它改成關鍵字 那冒號這邊就可以查詢 缺點是在模擬器裡面 沒有辦法輸入中文 不然的話其實可以test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發現如果資料量大的時候 要載光 第一次載入的時候 花的時間會比較多一些些 所以這個部分 看有沒有方式就是說 可以讓它載 第一次載或者分批載 這個當然有沒有辦法去 不然的話資料量突然太大 第一次光載入就花很多時間 好 謝謝 謝謝